這個狀況也很慘耶 這一名學生呢 原本要趕場去比賽游泳 游媽媽載她到板橋文化路之後 搭著小黃上台六十四線 要到永和去比賽 可是沒想到一上橋 這車子突然之間就沒油了 所以最後問獎 只好請學生幫忙推車 所以最後推著推著 男同學體力耗之 影響到自己的比賽結果 實在又夠隨 台六四快速到路上 只見一名問獎打開車門 一手控制方向盤 一手推車 甚至還叫車上的乘客下車 幫忙推 畫面顯像還生相當驚悚 荒誕場景發生在高架道路 民眾也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會叫我小孩下來推車 沒有油應該是他自己 要想辦法 開車出門之前 應該所有的 所有的東西都要檢查一遍吧 就是會蠻生氣的 在那個台六四線是不適宜啦 因為那邊車速比較快啊 離譜推車事件發生在 二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當時媽媽騎車 從新莊載著剛比完 游泳比賽的郭忠生 到板橋文化路 要他攔小黃上台六四線 前往永和再去比賽 沒想到一上高架 小黃就沒油 男學生只好下車幫忙推到 中和板南路 耗盡體力也影響到比賽結果 家長還指控車行毫無誠意志 解稿前都沒有回應 是在不滿達到沒有小黃 難道只能自認倒楣 記者王文君 廖凱成 新北採訪報導